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脸书粉专林北好游的版主林玉宏 先前自称他因为踢爆了进口弹的争议 遭到了恐吓 不过检警追查却发现 整起案件竟然是自导自演 是他指使了一名国民党的党工 来透过了境外的VPN发文 对此林玉宏他也在一早就发文道歉 强调是因为自己压力太大 想要脱离这个进口弹的战场 才会做出错误的行为 而民进党也火注的开闸 开除了林玉宏的党籍 我还是必须保护我的家 我接下来我的粉丝团会停根 农业专家令被好游版主林玉宏 踢爆政府进口弹种种争议 表示自己家人被恐吓 住家地职也被起底 没想到如今案情却180度大逆转 监警抓到发文的许性嫌犯 竟是国民党小编 两人认识多年 遭待时他公称 是林玉宏主动要他 使用脸书账号发文 透过巴西的VPN登录到脸书 经过我们的追查分析 发现实际上面 他是在新北市永和区的 一间咖啡厅上网 徐景嫌犯自知卷入恐吓案 将两人通话过程录音 内容被检警查获 成为破案关键 徐景嫌犯也在傍晚 向国民党政策会请辞获准 2号晚间前往复讯 遭法院裁定 积押警检 消息一出外界傻眼 林玉宏一早发出800字道歉文 承认错误全招了 表示自己面对庞大压力想退场 却用了烂方法 强调遭到恐吓部分内容是真的 包含收到刀和枪的照片 但为何这些人都找不到 更秀出民进党党政 表示上头莫忘初衷四个字 没办法坚持 先前提报大量鸡蛋报废 进口弹混入国产弹使用都被证明 却遭民进党各路支持者 及侧意出真抹黑 恐吓案进程自导自演 震惊各界让人物理看花 民进党更火速开砸 开除林玉宏党籍 但进口弹争议恐怕还在持续延少 好事件发展让大家跌破眼镜 难道真的是自导自演吗 现在抓到恐吓的犯人叫做许哲斌 他是国民党的党工 他说他和林玉宏认识多年是对方教唆之下 他才会犯案 手机里面有双方的录音 因此他也被收押觐见了 好 这个林北好友他现在也坦诚 而且也道歉 他在脸书上po文 他说近年来评论农业政策和议题 遇到太多的抹黑 渐渐击垮了他 他才做错事 这一次鸡蛋的议题 他尤其是站在风头浪尖 提出大量的进口蛋的报废 还有冷藏转常温使用的变质问题 大量进口蛋混冲当成的国产鸡蛋 也都一一遭到了证明 但是民党的支持者 还有侧翼大量的出针抹黑他 他面对比以往更多排山倒海的压力 顶不住了他的懦弱 因此才逃避之下上演了这一场闹剧 他说但是奇怪的是 为何这些人长期骚扰他 却永远都找不到人呢 好啦 所以至少他的这个po文呢 他也认为网军的攻击真的是真的 然后进口蛋的问题 似乎也都已经一一遭到验证 他说的并没有错 好 国民党呢 动作非常的明快 国民党说他立刻呢 就和这个许哲兵党工 解除了牢固的关系 这件事情不需要无限上纲 希望能够就事论事 同时国民党也强调 国民党追求实案的精神不变 呼吁涉案的当事人 应该坦然的面对司法 好 郑民中委员也说 他的员工交友不慎 因为这个人算是 这个国民党的党工嘛 所以这个曾经中委员 他就出来 搬下来 他道歉 他说因为员工交友不慎 造成了争议 我个人有督导不周的责任 感到真不好意思 可是民进党过去有这么多 也应该要道歉的事情 曾经道歉过吗 好 当然绿营好像捡到枪了 赖清德马上跳出来说 哇 你看自导自言抹黑政府 非常不应该不能够为了胜选 而不择手段 不过侯友宜也跳出来说话 他说司法调查当然是误网误纵 最重要的是 但到底是怎么进口的 有没有官商勾结 习产地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人在包庇呢 人民最关心的实案议题 请问民进党讲清楚了吗 好了 先不说这个案子 到底是不是 这个所谓的在野党主导等等了 但是过去绿营网军 不是也经常反串翻车吗 那你有看过民进党有人出来面对或道歉吗 那么事实上这个案件 国民党的立场也很清楚 就是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 而且国民党不但不知情也不包庇 赖清德要酸在野党之前 套一句侯友宜的话来说 那现在但到底怎么进口 有没有官商勾结 有没有洗产地的问题 政府到底说清楚讲明白了吗 立文怎么看 曾明宗委员 他因为是我们党团的总招 那他就会兼任中央党部政策会执行长 然后这个党工是在政策会的党工 所以曾明宗才会说 他是他的这个直属的上司 那他督导部州 他也跟大家正式的道歉 那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 大家真的都跌破眼镜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这个林北好游呢 他在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之后 居然会出此下策 想出一个这么奇怪的法子 那么找了他的朋友呢 这个许泽斌不但没有劝他 劝阻他 然后支持他 鼓励他 反而还真的 跟他一起演出这些去 真的是太瞎太瞎了 那我认为许泽斌呢 他也并不是第一天从 就是说在政治圈里头工作 他自己本身也有法律的背景 他不但没有劝阻林北好游 反而还跟他一起犯下 这样子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 不过呢我们回过头来看 就是林北好游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确承受了非常非常庞大的压力 我相信他也一定很有情绪 所以呢可能是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来扮演一下受害者 然后呢来追讨一下这些 平常就在修理他或出征他 然后霸凌他的一些侧义 那么认为说他们是 甚至于都已经犯法了来恐吓他 但是呢却自己自编自导自演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可取啦 不过呢也不是像 赖清德所说的 他是自导自演抹黑政府 他之前的这些有关于弹的爆料 并没有抹黑政府 因为都已经一一证实是事实了 他自导自演的部分是说 他被可能疑似侧异恐吓 所以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个部分他并没有说 他是受到你赖清德的恐吓啊 他并没有说是蔡英文指使人 叫人来恐吓他 所以他自导自演的部分 并没有抹黑政府 赖清德不应该在这个时候 要见烈欣喜 一看到他是自导自演 就马上要连他之前所有 有关于弹的黑幕爆料 通通都要一笔勾销吗 恐怕也没有这么的好容易的 让民进党逃过这次弹的风波 所引爆的这么多的黑箱跟民怨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家通通都不要见烈欣喜 而是应该要回去 该检讨的就该检讨 该面对的就要面对 所以国民党党中央出了这样一个党功 当然立刻他们就已经把它停职了 而且开除了 并且也已经公开道歉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处理事情的方式嘛 那么大家声援临北好游 当然是因为看到他这样子为 事实的真相出来讲话 却不明的被威胁恐吓 当然要求中央政府 当然要求我们的警方跟政府 一定要赶快追查到底 让真相大白啊 好啦 一开始不是还推推拖拖的不想查吗 结果一查下去发现 可能是自导自演 你看马上就破案了 对不对 所以你是有办法在三个月之内 三个礼拜之内就可以破案的嘛 陈建仁和那时候何必说三个月呢 那难道你今天是因为发现 是自编自导自演 就赶快在最短的时间里头破案吗 其实不需要这样子 这样反而破坏了我们警方检调的公信力 所以最后 为什么真相很重要吗 为什么真相要让老百姓知道 因为大家都有是非对错的判断嘛 那你发现真相是自编自导自演的 当然大家会觉得非常的不可取 不应该这么做 那该负起的责任 就应该要负起责任 所以你看黄国昌 国民党中央 通通都道歉的原因都在这里啊 那民进党也不要在这个时候就以为 但的事情你们就没事了 还有这么多不知去向的但 我们的食安到底给我们一个交代了没 还有为什么这个但的风暴 会演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很奇怪的发展 背后有多少的黑幕 有多少的官商公解 不会因为林北好游犯的错误 就应该要停止追究 还是要追究到底 林北好游事后发文证实 整起恐吓案的部分是他自导自演 他除了向民众道歉之外 也揭露了他过去九年来 都在评论农业的议题 可是这几年来 他感受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而这回他等于是站上了 整个进口弹的吹哨者的风口浪尖上 面对比以往更多的压力 因此他被击垮了 选择错误的方式想要逃避 当然啦 造假就是错误 但是林北好游他的自白 不就代表了蔡政府执政这几年来 只要对政策提出质疑 就会遭到侧翼网军的出征 越来越严重吗 而林北好游的恐吓案是自导自演 但是民众抱怨自己买到臭鸡蛋 就被警方送办 难道这些贴文买到了臭鸡蛋的民众 也都是自导自演吗 汉婷怎么看 绿营今天很高兴 竟然抓到一个自导自演 并且大张旗鼓要求蓝白道歉 那当然过去有发表过 相关声援言论的人 也都有撤文然后以及道歉 但是我们反观一下 自导自演可恶 严重 该死 这不就跟我们痛恨杨慧如 跟痛恨林伟峰自导自演 是一样的事情吗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透过网路上 然后诈骗民众 并且制造是非 制造社会之间的对立 煽动仇恨 都是透过捏造事实的基础 所以今天我们不爽 林北好游自导自演 我们也不爽杨慧如自导自演 我们也不爽林伟峰自导自演 但请问一下 前面我说民进党网军的这件事情 哪个民进党道歉 杨慧如至今不道歉 他说我是为了要对抗大陆的认知作战 林伟峰集体装死 然后在疫情期间民进党的主任 我也忘记叫什么名字 反正一个小屁孩 公开造谣 然后我们的立委在立法院内提案 要求要彻查 要求民进党的人应该要造谣道歉 结果民进党的立委集体封杀 就民进党显然不认为 捏造事实是一件多严重的事情 所以在事实上来看 民进党所谓的事实跟是非 就是遇到立场就转弯 非我阵营的造谣该死 我阵营的造谣没事 你看哪像国民党跟民众党 你们的人一旦遇到怎么样 虽然你们也是受骗者 但是大家就乖乖道歉 实际上这件事情我道什么歉呢 我们是受害者 我跟所有被民进党人欺骗一样 都是什么 我都是受害者 我们相信林北好优 他可能被恐吓 但结果发现事实不是 所以我跟所有人一样 我们都要谴责自导自演 那么他如果那个人已经抓到了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那请问我们其他案例当中的人 受到法律制裁了吗 请问民进党的其他人道歉了吗 都没有 第二个层次我们来看到 刑事局在上个礼拜 才告诉大家 这个追查下去 发现很可能是一个大陆人 叫张海川干的 那请问一下现在是怎么样 不就表示你的办案能力 有待加强吗 那请问一下张海川到底是什么身份 那为什么你们会怀疑是别人干的 是不是在一开始根本是想要带风向 说一切都是对案所干的 那前面我们也曾说过 就如果对案是有能力 是肉搜到台湾内部人士的身家姓名地址等等 那也表示是民进党执政无能 然后到了今天民进党的立委在质询台上 还针对此议题大放厥词 说要好好查 彻查下去扩大办理 那请问到底要办什么 恐吓的人抓到了 然后被恐吓的人产成是自导自演 所以有任何的法义在当中受到损害吗 没有啊 没有人受到损害 就大家都被骗 怎么样 那大家就是告他诈欺 是这个样子吗 否则的话你要查办什么呢 所以很显然的 民进党打折随棍上 重点他们要转移焦点 转移什么 因为真正该彻查的不是林北豪 他自导自演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要追查什么呢 真正要追查的是 超司的获利到底有多少 然后这些鸡蛋流向去哪里 以及最关键的 假设超司他只赚了3800万 请问3800万后面留给谁了 有没有留给民进党人的政治献金 有没有留给农业部续产会 三等亲以内所有人的政治献金的 或者是相关的账户 以及巴西的弹农到底是谁 他到底提供的价格 然后跟台湾的价格落差多少 这才是真正要去追查的 结果呢 民进党这些都不去追查 就去追查林北豪油 他都已经告诉大家 好他确实就是个造谣的坏家伙 那然后呢 你就抓到坏家伙就好了 可是真正浪费人民纳税前的坏家伙 抓到了吗 没有 而且竟然还在立法院内大放厥词 林北豪油承认恐吓暗事自导自演 民党要求侯友宜跟柯文哲都要出来道歉 可是林北豪油在道歉文当中也提到 他所质疑的大量进口弹过期报废 还有冷链转常温导致进口弹变质 以及进口弹被混冲当成了国产鸡蛋 这不都一一被证明真的是事实吗 如果林北豪油提到的这些食安疑虑 通通都没问题检察官需要大阵这样的出来 侦办吗 如果政府可以把采购进口弹的过程 流向通通摊在阳光下 还需要有人出来当什么吹哨者吗 董哥怎么看 其实我们看到林北豪油 他自导自演这个事情 因为他那时候讲了 身内居下你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同情 这个其实和党派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伸延他也是应该嘛 但是我们只是被他骗了嘛 骗了可能很多人很愤怒 那伸延他的人有错吗 没有人有错 因为他伸延一个被恐吓的人 那这个不是天经地义吗 这是正常社会所应该表现的人性吗 对不对 那我们伸延他我们并不晓得 他那时候在自导自演嘛 各位你只要把这事情 这样想你就知道 这个事情是多么荒谬 喜泽斌是国民党的党工 他配合林北豪油 设了这个假的恐吓案 他的罪有必须要深压境界吗 我完全搞不清楚 因为我也常常被告 我非常清楚 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深压境界 没有啊 而且是后准你知道吗 这怎么可能嘛 我随便几个例子 这种恐吓罪或那个罪都很 都不太容易成立的 馆长陈志涵现在打民党打很厉害 他以前啊 扬言他在他的节目上 他要X掉所有国民党的 后来真的有国民党人去告 不成立 不会成立 这种很难成立的啦 对方说我是国民党党员 国民党党员又什么 人家那就是讲一讲而已 国民党党员那么多 每个人都要来来告来求偿 天底下哪有这种判决 不可能有嘛 所以不会成立 也没有人在说我再告他 或者我在在意以后什么都没有 我告诉你啦 政治上的东西哦 有时候法官不要去养成执政党的 那你要跟着执政党这样去走的话 你会失焦了 我们现在台湾民众在怕的是什么 我们怕吃了那些不好的蛋 四百二十五万颗耶 每个人都有机会吃到 那为什么这个叫涂万财的人 他这些蛋的流向他 坚定的不涂食 气象去哪里 绝对不讲 他已经被罚一千多万了 然后检察官也把他三十万交保 要求他讲出来 他季节 我就不讲 看你拿我怎么样 表示讲出来 那个后患更大 那我们今天国人担心的是这个蛋 林北郎有所讲的这些东西 包括他这几年的那个 他的文章我都有拜读 有时候我都会引用 但是我会去求证 那我觉得他讲的都很好啊 除了这一件自导自演的 莫名其妙而且匪夷所思 我也不晓得他在演哪一出戏 因为他说 因为他这么久了 他想撤掉他的混砖 撤掉混砖你只要 最后一次出来讲说 因为我最近很累 我现在打这个鸡蛋打很累 然后陈吉壮也下台了 我的压力很大 我就今天开始关掉混砖 就好了 也没有人会说 你怎么撤退了 或者不会嘛 那我觉得他这个做法跟那个 喜泽滨这个更是莫名其妙 他又不是第一次从政 台大法律系毕业 你的法律常识应该也很够啊 你怎么会去做这些事情 后面还会有什么故事 我真的不晓得 可是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人家问他鸡蛋 问了好几个月 问一个多月他都不回答 问他的违见 人家柯文哲也猜了 黄国昌也猜了 他的就硬不猜 然后现在就没事 他只要不回答就没事 那现在呢 现在这一星期赶快 对林北好游他马上有评论 我们绝不能为了选举而不择手段 民进党哪一次为选举会不择 会不使用不择的手段呢 每一次都会啊 对不对 上次的王立强 勾起了两颗子弹 去诬赖吴敦毅的绯闻案 录音带 还有去造谣收黄金英在发走路工 哪一次台湾的这些有征锋的这些大的选举 不是民进党在使用很恶劣的欺骗的手段吗 每一次都是啊 赖清德现在好像取得花言权 让人瞧不起 这种人哪有资格去选总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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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